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CSS选择器 什么意思 首先说 CSS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给咱们这个网页上渲染一些个样式 对不对 那么咱们给网页上的哪些个元素渲染样式呢 就需要用到选择器 也就是说 咱们要为选择器所选择过的 这些个元素赋予样式 对不对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CSS选择器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有三个 第一 标记选择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标记呢 来选择一些个元素 第二 ID选择 为什么 因为咱们那个喜欢给网页上的元素呢 设置一个ID 而且这个ID是唯一 也就是说 咱们要对唯一的一个元素进行选择 好吧 接下来 CSS选择 咱们要给它一个类 通过这个类呢 咱们来选择一些个样式 都该怎么做 没关系 可能第一次接触这个CSS选择器的朋友 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 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例子 一看就明白 OK 实战演习 我这给您准备了一个HTML文件 然后下面有一个CSS文件 咱们这CSS文件 就是要对这个HTML文件上 各种各样的元素 进行一些个选择 以及一些个CSS的样式单的渲染 都该怎么做 好 我先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一点点运行 咱们先来这个index 因为有时咱们光讲概念的话 可能您听的是云里物里 我讲也是费劲 干脆 咱们就直接运行 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 然后 咱们再建一个style.css 拷贝过来 我尽量把我的课程做的严简易改 然后 然后我先不运行 为什么 因为下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选择器的使用了 咱们先不这么做 咱们先运行看一下 默认的咱们这个HTML网页 所渲染出来的结果 马上运行 注意 今天是第13课 好 试一下 index 大家请看 我这个网页上有一个标题 对吧 然后有三个自然段 接下来还有两个按钮 对吧 好 咱们一点点渲染 首先 咱们先看一下 我这个网页元素D H1 标题 然后有三个P 代表三个自然段 然后有个DNA 代表一个小区块 这个小区块里面有两个按钮 boton 不是boton boton boton有点像日益发现 boton 对吧 好 咱们该怎么做 试一试 首先 大家看这个地方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讲解 我选择 怎么选择 前面这个地方 一个P 然后P 后面跟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是这个CSS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没问题吧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P 就是网页的选择器 或者说网页的CSS的选择器 它表示什么意思 一个P 它表示 注意听 网页上所有的P元素 或说P标记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P里面给它加上一个背景 加个字号 加个航高 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我网页中所有的元素当中有P的是哪几个 1 2 3 这三个自然段是P自然段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 对于P这个自然段的CSS渲染的话 将会对 这三个P的自然段产生作用 讲完了 试一下 哇 它存下盘 好运行 看咱们这三个自然段 是不是背景色设为了浅黄 字号设成24 然后呢 航高设成48 注意看 刷新 没问题吧 那请看 这三个自然段 全都 我把它挑小一点 100 OK 这三个自然段呢 全都是背景是浅黄 然后呢 字号调成24 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我机有键选简正 咱们看一下 这地方字号24 没有问题吧 航高48 没有问题 OK 说明咱们的CSS生效了 是针对这三个P 我这仅仅指定一个P 就代表所有的P标记 那么所有的P都会被着色 对不对 OK 另外这个航高 另外写法叫做EM 这是什么 倍数 这个倍数是指了 这个字号倍数 比如说我这地方不写 航高等于这个48像素 等于两倍行不行 等于字号两倍 效果是一样 咱们再运行一下 因为有好多大型 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不对 咱们现在在这个设计网易过程中 好像这个用像素 也有 但是呢 很多朋友都喜欢用这个倍数 没有问题 用倍数也是可以 而且呢 它是以这个负元素为这个倍数的计算原则 还是说以这个根元素为计算的原则 这个都可以咱们自己自由的定义啊 OK 咱们回来 接下来 Button 我针对于网页上所有的这个Button标记 进行一些CSS渲染 该怎么做 帮帮帮我渲染这么多 对吧 好咱们试试啊 我拷贝过来 好 咱们网页上有几个Button 注意看 就这两个吗 对不对 咱们真的这两个进行渲染 我看我渲染的是背景色是蓝 然后呢 设置宽度 设置高度 设置字号 好 注意看 是不是只有八趟生效啊 注意 刷新 F5 大家看 是不是针对这两个按钮的样式发生了变化 咱们看一下啊 背景色是蓝 然后呢 宽度150 高度50 字号24 比如说咱把它改成一个 48 行不行 当然可以 大了吧 但是不是就不自然了 大家请看 为什么不自然 对 因为我的高度设的是强制是50 对吧 比如咱这设成90 看着就自然了啊 也不自然 太大 太傻了 OK 咱们呢 先选择了P 又选择了Button 没问题吧 说明说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以标记的方式进行了选择 对吧 这叫做选择器嘛 接下来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这加了一个Sharp 什么意思 以ID的方式进行选择 大家请看 我今天给您讲的这三个主题 第一 是这个标记选择 给您演示完了 接下来是ID选择 前面加上一个Sharp信号 大家请看 我这两个是对ID进行选择 我考虑过来 考虑过来 我给您讲解 也就是说 在网页中 有一个叫做 BTNRegister 这么一个 以它为ID的标记 或者说元素 同时 还有一个叫做 BTNLogin的这么一个标记 咱们找找有没有 看我网页中有没有 有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两个按钮 我分别给它一个不同的ID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这个BTNRegister 这个BTNRegister 我要把它的前景色 设为白烟 和我说白吧 一样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BTNLogin 下面的按钮 的边框 不是边框 是字中 设为加粗字 也就是说 我通过这两个方式 可以具体的设定 某一个元素 因为这个元素 有ID属性 好 马上实验一下 好 注意看 i5刷新 大家请看 前面这个 是不是变成了白色 后面这个字体 是不是加粗了 咱们看一下 简证 看Login 多了一个Boulder 然后 注册 Register 多了一个白烟的前景色 没有问题吧 非常没有问题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针对于样式 单进行选择 我把它拷位过来 ToWrite ToWrite是什么意思 我把它拷位过来 咱们注意看一下 大家请看 ToWrite是说明 我在网页中定义了 CSS的类 叫做点 对吧 这是咱今天讲的 第三个 第三个知识点 稍等 这地方怎么回航了 回航 先回航吧 大家请看 CS选择 换句话说 我定义 通过点方式 我定义 CSS里面的类 我定义完了 叫做ToWrite ToWrite的内容 就是说 让我的文本 又对齐 好 我定义完 CS类 该怎么引用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这个自然段 让它又对齐 所以我这个自然段 我设置它的类属性 等于我的ToWrite 没问题吧 换句话说 中间这个自然段 它会又对齐 同时 这个DIV 这DIV是一个按钮的 DIV小区域 我也给它一个 class属性 叫做ToWrite 也就是说 按钮也会被又对齐 同时中间这个自然段 也会被又对齐 就是咱们设置了 一个CSS的class 类嘛 对不对 好 马上存盘运行 看结果 注意 关掉 注意看 F5刷新 大家请看 中间这个自然段 是不是以右边为单位 为基准线对齐了 E3这个自然段 没有任何变化 对不对 中间这个自然段 以右为单位 聚齐 为基线对齐 同时 咱们的按钮 也是以这个右边 为基线对齐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咱们这个DIV的宽度 注意看 是整个屏幕宽 所以说呢 它会以DIV的最右边的基线 进行对齐 这两个按钮 OK 这就是CSS的最简单的选择器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后呢 我会再给您讲解一些 更复杂的选择器 CSS的选择器 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简单 因为它有很多 父子关系 兄弟关系 都会用到选择器 这个也是更加的常用 今后呢 我会给您讲到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CSS选择器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 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